这期继续讲小镇第四十篇,许欢微笑着说道 贵姓,我看你很熟悉,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年贵姓朱,朱英华,我是红山来的,听中镇长说了,你也是红山下来任职的 说不定我们在市里哪个街道上见过呢?很正常啊 嗯,说得对,好吧,那就这样,你暂时不要离开云山县,我们要调查清楚了再说 啊,那我公司的事怎么办,我还真是不能走了,朱英华问道 让他走吧,他的公司确实是很忙,再说了,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 县里领导问这事,都推到我头上就行 钟向辉说道,许欢还是不答应,因为在场的不少人都看到了,是朱英华先动的手 但是这事还得落实清楚才行,只要是找到几个说不适的,那这事就是个糊涂官司 证据就不足以采信,许欢当然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地告诉钟向辉这是该怎么去处理 只能是待会给他打个电话简单说一下,暗示一下他 如果他能想清楚,那再好不过了,想不清楚,那自己也就不了他了 耿小蕊看到门口走进来的钟向辉和朱英华,一下子站了起来 他还不知道钟向辉被打这事,他也是刚刚从红山回来,没想到就出了这事 你们这是?耿小蕊一看朱英华跟着,心里一阵火气,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呢 就想当然地以为钟向辉肯定是为朱英华出头,才被搞成这样的 心说真是长本事了,知道替女人出头了 我去村里考察,被村民给打了,幸亏是朱总在,把我拉了出来,还把那些村民打了一顿 钟向辉躺在沙发上,说道 啥?耿小蕊有些不信,没办法,钟向辉就把在五贤庄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 前后说了半个小时,口干舌燥,但是朱英华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两人 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多说一句话在对方眼里都是假的,唯有这个男人说的他才会信 耿小蕊听完了,一阵火气,说道 这两个混蛋,还真是把自己当黑社会了 你先别急着发火,我们刚刚从县局里来 那个女局长说,这是好像不乐观 这兄弟俩好像是很有关系似的 所以,你们怎么对付接下来的事,那才是重点 我不在本地,可以一走了之 但是钟镇长,还得在镇上工作呢 下属的村子里,有这样的刺头 估计你会很麻烦 朱英华说道 许欢真是这么说的 耿小蕊不信地问道 是,好像是杨良平过问这事了 估计不妙啊 对了,他们还从北京请来的律师 县里的这几个法官都不够玩的 钟向辉说道 你不用管了,我来想办法 耿小蕊皱眉说道 对了,因为朱总替我出头 打了那几个人 许欢的意思是让他在云山待几天 不能离开这里 你给他安排个住的地方 吃的啥的 都给安排好钟向辉说道 我知道,这还用你说 耿小蕊说完 去打电话安排了 还安排了中午的饭 这两人到了这个点还没吃饭呢 当三人坐在一张桌子上的时候 钟向辉感觉到气氛有些诡异 钟向辉为了活跃气氛 于是问道 朱总,你以前是不是练过 怎么这么厉害 一个人居然可以打三四个男的 看得我是心惊胆战 朱英华没有因为钟向辉这句恭维的话 而有任何得意 脸上面无表情 慢慢说道 你也看到了 不管是之前的那个林文龙 还是现在他弟弟林文虎 虽然是被抓起来了 从那个局长的 话里话外你听出来没 他们很快就被放出来 为啥 钟向辉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太多了 自己一时间也不好回答怎么回事 可是朱英华却说道 虽然我们天天讲法治社会 但是也有法治照射不到的地方 我就在想 要是那天我在现场 我父亲还会不会自焚 我母亲还会不会被吓得得了精神病 所以 处理好我父母的事 我第一件事 就是去报了个散打培训班 我要亲自替他们报仇 这一练就是好几年 现在每天还要练三个小时 以前我都是半天半天的练 一直打到自己站不起来 挥不动拳头为止 钟向辉和耿小蕊文言 相互看了一眼 因为朱英华知道 既然他们都调查过自己了 那自己的身世就没必要再隐瞒 所以 他才这么淡定地说出来 可是 我想得太简单了 拳头最多也就是对付那些小混混 真正的大奸大恶 用拳头去对他们 招来的报复 也是我不能承受的 只是打拳成了我的生活习惯了 一天不打 浑身难受 至于其他的 慢慢来吧 朱英华说着 举起了酒杯 自己抿了一口 展眉说道 耿小蕊听完他的话 拿起了酒瓶 走到他的身边 一手扶着朱英华的肩膀 一手为他道了酒 最后还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我虽然在小地方 需要我的时候 我也许能帮上点忙 有事尽管开口 朱英华笑了笑 伸手拍了拍耿小蕊的手 说道 谢谢 有些事 我想自己来 虽然到死都不一定成功 但是至少这是我现在活下去的动力 我时常在想 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但是每次去见我妈 我都坚定这种信心 该下地狱的 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地狱去 绝不妥协 饭后 耿小蕊去处理公司的事情了 钟向辉和朱英华在茶室里喝茶 你现在还相信 你的体质能做成一切事情吗 朱英华问道 目前来说 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可以为大多数人服务 钟向辉说道 朱英华问言 端着茶杯 眯着眼看了钟向辉好一会 才慢慢说道 钟向辉 你想知道 我在心里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钟向辉一听这语气 就知道没什么好话 但是人的好奇心使然 他还是想听听 他是怎么说的 咋评价 说吧 钟向辉说道 其实你这人特虚伪 明明是自己想当官 却说的和离了你这一方水土的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似的 朱英华说道 钟向辉文言很是无语 朱英华接着说道 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这些虚头巴脑的事说得还挺正经 其实虚伪得很 你要想干啥就直接说得了 干嘛绕那么大的圈子 我发现这是你们从政的人最大的共同点 就这 钟向辉真是被他说得彻底无语了 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说话这么不给面子还打脸的 他真是不知道该说啥了 但是依然保持着礼貌性的微笑 你看 现在的你就是虚伪的表现 要是一般人 这个时候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恼火 或者是不高兴 最起码也得辩解几句吧 但是你没有 保持着一种职业性的微笑 其实心里恼火的想要打我 对吧 朱英华问道 钟向辉摇摇头 说道 没办法 从政的人多多少少还是要点脸的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当场翻脸 有什么本事 我们暗地理用 这么直来直去地搞对方 没什么意思 而且还伤和气 朱英华听完了钟向辉的话 觉得他更加的虚伪了 但是官员的虚伪他 不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对钟向辉的虚伪他也早已习惯了 钟向辉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他的心再次提了起来 方氏制业在县城有些工程 还有绣水湾那个烂尾的项目 也归到了方氏制业的名下一起开发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钟向辉问道 钟向辉这句话是在试探朱英华的心思 因为这五十万的捐款到了老胡镇的账上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所以 他无缘无故地突然这么做 让钟向辉的心里一直都很疑惑 如果有机会 还是趁早弄清对方的目的 免得到时候自己吃下了对方送的东西 人家再提条件 那就真的不好弄了 没有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因为无论是你 还是我 都只适合做拆迁工程之外的一个看客 和我父亲出事时周围的那些看客一样 无能为力 只能是看个热闹而已 朱英华说道 钟向辉不死心 继续问道 给我们老胡镇捐那笔钱 真的不需要我做啥 朱英华闻言笑了笑 问道 那你说 你现在能做啥 不管是方婷 还是方氏制业 还是霍企章 这些人 你能动哪一个 钟向辉摇摇头 说道 你说得对 我现在谁也动不了 这不就结了吗 在我们对一件事无能为力的时候 即便是他在啃尸你的骨头 你都拿拿手去扒拉一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忍着 或者是等他死 或者是有本事把他搞死 别无他法 这样的日子 我过了很久了 都麻木了 唯一能唤醒我的 就是去见我母亲的时候 我还能知道 我自己还活着 所以 我才会一晚上一晚上的 在网咖里待着 其实开那个网咖 真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希望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能有人陪着我 开个网咖是 最好的方式了 朱英华说道 实在是不容易啊 钟向辉说道 我不知道 这辈子还能不能报仇 但是这根刺 在我心里算是扎根了 就等着啥事后 能拔出来 拔不出来 就会慢慢烂在心里 和心里的肉长成一体 或许哪天还会疼一下 但是慢慢也就习惯了吧 朱英华说道 这话说得真是很瘆人 但是他说的确实是事实 有很多人 很多事都像是一根刺扎在心里 要么是拔出来 要么是和心长成一体 钟向辉刚刚想说什么话 朱英华起身去了洗手间 回来的时候 眼睛死死盯着钟向辉 说道 我知道你刚刚想说什么 但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喜欢别人插手 再说了 你和我无亲无故 犯不着为我出头 你也看到了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对了 给你看看这个 吃饭前 我让公司的人写的 加上我对五贤庄的事 还是了解不少 怎么说 那也是我姥姥家 你要是觉得还可以 我就发出去 钟向辉文言 接过来手机一看 一千多字的文章 极具煽动性 讲的就是 林氏兄弟在村里 作威作福 破坏生态 拿着集体财产 为自己牟利 最重要是涉黑 但是县里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居然迟迟没有追究 林氏兄弟的责任 更有甚者 还打了来捐款的客商 这系列的操作 简直是让人叫绝 最后还来了一句 云山县怎么了 你这是打算往哪发 钟向辉问道 微博 还有一些论坛 钟向辉 其实有些事情你不适合操作 但是我没问题 就比如这件事 要是无声无息 他们自己操作的空间非常大 但是一旦把这事公之于众 凡是想身的手 都得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 万一这事没办好 还把自己赔进去 没人吸引王这赔本的买卖 林氏兄弟 做的这些事明明够 得上黑社会了 还霸占村里的集体财产 连镇上的副镇长都被打了 这还不够吗 还有人要来说情 真不知道这人的脑袋是长到了哪里 屁股上 朱英华问道 钟向辉无言以对 这是他以前也干过 但是肯定会招来相关部门的仔细调查 对于那些不顾规矩私自发布消息的官员 一旦查实 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处分 先不说处分的事 就是一旦被查出来是谁曝光的 那么基本可以宣布这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 没有领导愿意和这么一个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人共事 太危险了 所以 当朱英华准备把这些东西发出去的时候 钟向辉没有选择阻拦 因为他知道 这个办法或许是最有用最直接的办法了 不然的话 等到临时兄弟放出来之后 那自己在老湖镇就真的干不下去了 谁会和这么一个若鸡镇长合作 再加上临时兄弟一旦出来 一定会变本加厉地干扰他的工作 这样一来 他唯一可能走的路就是离开老湖镇 哪凉快哪待着去 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少 但是和这件事有牵扯的人并不多 你我都是 所以 一旦这个文章发出去 很快就会找到我们头上来 到时候怎么应付 你想好了吗 钟向辉问道 朱英华不吱声了 他知道钟向辉说得对 以现在的技术手段 别说是发文章了 这篇文章在谁的电脑上写成的 都能顺藤摸瓜 他是搞IT技术的 自然知道这一点 所以 这样做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 当初你父母那件事 到现在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呢 现在的人类都合于差不多 就算是再大的事 也只是会记忆很短的时间 有些大明星出了丑闻 找个没有人和网络的地方 旅游几个月回来 就会发现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搞这个文章 可能也会热一阵 但是不会热很久 钟向辉摇摇头 等于是在否定了朱英华的计划 那你说怎么办 就这么算了 朱英华问道 钟向辉闻言眉之声 从这茶室的窗户 看向脚下的云山县城 破败不堪 单单是从这个角度看 这里的景象 比中东地区那些地方 差不了多少 这里唯一可以称到的 或许只是和平的环境而已 但是 在这破败的环境下 隐藏着我们老百姓的眼睛 看不到的东西 那是腐败的溃烂的东西 那也是豪华奢侈的生活 但是那些都不属于他们 他们只是在这个 和平安全的环境里 自顾自地寻找着 可以维持生计的东西 我在想办法吧 我一度以为 可以依靠许欢把这件事搞定 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事 许欢也是这条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 也有自己的不得已 所以 啥也不说了 钟向辉站起来 走到了窗边 说道 什么意思 朱英华看到钟向辉的脸色不好看 也站了起来 走过去看着这县城的景色 问道 钟向辉说了一句毫无头绪的话道 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你不要胡来 你好歹也是政府官员 不能和那些烂人一个德性 我知道 但是你忘了这是谁的地盘 所以 没事 林氏兄弟就是出来了 我也会让他们吃不了 兜着走钟向辉说道 朱英华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是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可是劝他又不敢知道 从哪里开口 你那个表弟怎么样 钟向辉忽然问道 啥意思 什么怎么样 朱英华问道 能力啊 人品啊啥的 怎么样 还行吧 你啥意思 武贤庄肯定不会再落到林氏兄弟的手里 而且我也会让他们知难而退 而且那个后山肯定是要疯了的 不许任何人开采 林氏兄弟不能在村里当领导了 但是村干部得有吧 你觉得你表弟怎么样 钟向辉问道 林大强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过这事 他能干的了吗 再说了 经过这么一打 那肯定是和林氏兄弟撕破脸了 一个村里的 就算是竞选村主任的话 这可是家族之间的较量了 我还真得问问他 朱英华说道 那你问问 我等你话 就说镇上支持他竞选 问问他有没有兴趣 钟向辉说道 朱英华去了耿小蕊安排好的房间休息了 钟向辉则去找了耿小蕊 还疼吗 这几个混蛋 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他们 敢打你 我看他们嫌自己的手长得长了 跺下来完事 耿小蕊恨恨地说道 钟向辉笑笑说道 哎 这还真是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要不然 他们不知道我女朋友是谁 敢惹我 那不是打你的脸吗 哎 这可是你说的 我要是干了你可别赖我 耿小蕊闻言 立刻就兴奋起来 这骨子里还是个小太妹的气质 但是看钟向辉似笑非笑的样子 就知道自己被他耍了 我要见魏金明 他在云山吗 钟向辉问道 在吧 我问问 魏金明在半个小时后 到了耿小蕊的办公室 一看耿小蕊和钟向辉都在呢 就知道有事 在看钟向辉被打的样子 惊诧地说道 耿总 你这下手有点重啊 滚一边去 听他怎么说 你记着点 耿小蕊指了指钟向辉说道 这是老胡镇武贤装林文胡打的我 他哥哥林文龙现在还在县看守所里 但是好像这罪名啊 有问题 指望法律是指望不上了 你帮我打听点事吧 钟向辉说道 啥事 您说 魏金明立刻坐下来说道 我想知道林氏兄弟的所有事情 发动你的关系 都打听到 需要钱向耿总申请 我要的是摸清他们俩的老底 最好是有威胁性的 这样的话 才能把他们赶出老胡镇 兄弟 你这是要是办好了 那就用不到后面怎么样了 否则 你就得跟着我亲自上了 你以后就得到我的保镖 多麻烦 对吧 钟向辉说道 魏金明笑笑说道 我觉得跟着你当保镖挺好的呀 在乡镇上又没啥事 吃香的喝辣的 多舒服 哎 挨打也是很舒服的 不信你试试 不知道哪个混蛋踢了我的腰 到现在还疼那钟向辉说道 啊 你的腰坏了 哪里 我看看 你怎么不早说 要不要去医院做个核磁公镇 耿小蕊一听 钟向辉的腰不行了 立刻就放下手里的工作 跑了过来 魏金明站起来说道 耿总 钟镇长 这腰上的事可是大事 快去看看吧 不然的话 很可能会落下什么后遗症 到时候就麻烦了 滚一边去 还不去叫车 耿小蕊嚷道 钟向辉在检查室 做核磁公镇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耿小蕊看看手机号码 接听后问道 哪位 哦 我找钟镇长 请问您是 我是他女朋友耿小蕊 你是哪位 哦 你好 我找钟镇长 是这样 杨书记让他现在到办公室 来一趟 对 就是现在 电话里说道 他现在去不了 他再做检查 核磁共振 等他做完了再说吧 说完 耿小蕊就把电话给挂了 耿小蕊找了关系 所以片子出来得很快 好在是有惊无险 但是耿小蕊想到了刚刚的事情 想让医生对片子结果做个修改 但是被钟向辉制止了 真要是有问题 你还能找他们赔偿吗 钟向辉问道 你这个笨蛋 我是想让你带着这片子去见杨良平 刚刚县尾办来电话了 一个男的打来的 好像是杨良平的新秘书 让你去杨良平的办公室找他 耿小蕊说道 啥事 没说 但是我觉得没好事 所以你要是带着这个有问题的片子去 至少也可以当个挡箭牌吧 耿小蕊说道 钟向辉文言摇摇头 说道 屁用没有 拿着这个有问题的片子去 先不说造假的问题 到时候他一句话 啊 钟向辉 你受伤了呀 那就回去休息吧 什么时候休息好了再回来 你说我什么时候休息好 那还不是他说了算 所以啊 这样的小聪明就算了 没用 我去看看他啥意思 许欢也说了 让我没事就去汇报工作 那就去汇报一下吧 耿小蕊一听钟向辉说的也有些道理 于是就没再坚持 但是却坚持送他去线尾办 反正那也是他的老单位了 这个时候随着钟向辉一起去 他还有一种炫耀的意思 其实在他的心里 钟向辉是很重的 最好的两性关系 绝不是一句相爱就那么简单的 如果只是一种平等的相爱 这种势均力敌的感情不会持久 因为谁离开了谁都可以 瞬间就可以决定 不再爱一个人了 但是那种可以持久的两性关系 必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崇拜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 这样的关系才能维持得长久 在耿小蕊眼里 钟向辉不亚于高富帅 他确实很高 也确实很帅 但是穷 可是他有学问 学历高 这一方面可以弥补经济上的拮据 精神上富有 这么一想 高富帅凑齐了 可是再看看自己是什么 小太妹 混社会 纹身 学历就是个渣 所以这些自己短板的东西 都完美地在钟向辉的身上 得到了补充再一个 想当初钟向辉在线尾办 也是被不少女孩盯着的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还不是被自己收入囊中了 所以 综合这些因素 耿小蕊不是第一次想来自己的老单位炫耀一下了 去了好好说 不要怕他 你别忘了 咱家里还有他和球员的视频呢 这老家伙真要是不懂事 我们就把他办了 只是他现在对我们家的生意还有用 好容易有这么一个人 不吃甘榨镜真的是可惜了 锁 咦 该怎么谈就怎么谈 没事 出了啥事 我给你顶着 钟向辉临下车的时候 耿小蕊嘱咐道 这还不算完 等到钟向辉下了车 耿小蕊锁了车 立刻上前挽住他的胳膊 像是在搀扶 又像是在撒娇 哎哎 这里是线尾 你矜持点好吗 钟向辉问道 你不是受伤了吗 我这是扶着你点 怎么了 害羞了 还是嫌弃我 耿小蕊一出口 就是噎死人的话 钟向辉不敢再说话了 因为话说 到了这个份上 唯一的活路 就是闭口不言 否则 下句话 就不是噎死人的问题了 很可能谁砸死人 好歹是到了杨良平办公室的门前 一看他的隔壁办公室里 有个年轻人 在低头写着什么东西 其实他早就知道 这是谁来了 也听到了声音 可他就是在低头 貌似在写东西的样子 钟向辉 刚刚要举起手 敲一下开着的门 哪知道耿小蕊的脚 比他的手快 光当一声踹在了门上 这个门本来就是开了一多半 但是还没到被吸门器吸住的程度 这下倒好 一下子撞在了门后的吸门器上 发出一声巨响 很明显 方向迪从自己的内心里没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他在等着钟向辉向他打报告的时候 代替的是光当一声踹门声 方向迪被吓得一击灵 立刻站了起来 钟向辉尴尬地笑笑 耿小蕊撇开了钟向辉 走了进去 看向方向迪 问道 刚刚是你打的电话 啊 哦 对对 是我 不规范啊 给人打电话 不说自己是谁 我这是认得县委办的号码 要是认不出来 还以为是骗子呢 对了 我也在县委办待过 这里的人我都认识 你是哪来的 耿小蕊问道 我 我是市里来的 我 方向迪真的没见过这么糊的女人 一下子有些猛逼 耿小蕊还想和他计较一番的时候 被钟向辉叫住了 问道 方秘书 杨书记现在有时间吗 有时间 就在屋里等你呢 进去吧 方向迪笑笑说道 钟向辉是进去了 但是外面的事还没完 耿小蕊看着方向迪 问道在县城住哪 宿舍吗 嗯 宿舍 我有时候也会市里 是吗 我叫耿小蕊 在县城有啥问题可以找我 大事小情的 我都可以帮你处理一下 一个外地人在这里 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 对吧 耿小蕊问道 这是方向迪第一次见耿小蕊 就给吓够呛 他向来觉得自己处理各种关系 都是手到擒来的事 但是这一次确实是被他唬住了 钟向辉敲门进去之后 本来以为就是杨良平一个人呢 没想到在沙发区的位置还坐着一个人 看起来两人相谈甚欢 这让钟向辉有些意外 杨书记 您忙着呢 那我待会再来 没事 过来坐吧 就等你了 杨良平说道 钟向辉慢慢走过去 杨良平再次让他坐下 他才和他不认识的那个人坐在了三人沙发上 一人一头 向辉 今天叫你来的时候 小方说你在医院做检查呢 没什么问题吧 杨良平问道 问题不大 都处理好了 钟向辉说道 嗯 要是实在撑不住的话 就可以回去休息 等休息好了再上班也行 反正齐震林现在也去了 可以撑下来的 杨良平说道 正如钟向辉预测的那样 杨良平果然是想把他暂时踢出去 以后就别想再回来了 这样也可以对功倍力有个交代 所以 这个时候 就算是钟向辉真的受伤了 也是万万不敢说要回去休息的 杨书记 我年轻 身体也好 这点伤没啥事 钟向辉说道 杨良平点点头 忽然话锋一转 问道 武贤庄打架的是 谁先动手的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林文虎敢对我动手 这倒是 让我很吃惊 我没动手打他 但是他敢打我 也不知道是从哪接来的胆子 钟向辉说道 虽然钟向辉不知道杨良平叫自己来干什么 但是自己得把自己摆在站里的位置上 否则 只要是稍有犹豫 就可能是被他们抓住 按在地上摩擦了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云山县水泥厂的贺总 是咱们县里的利税大户 武贤庄的那些石头都卖给他了 县水泥厂才能开起来 否则的话 就会原料短缺 这也是为了支持县里的生意 杨良平喋喋不休地说道 但是核心意思他明白了 那就是对林氏兄弟的事 要睁一眼闭一眼 不要再咬着不放了 想到这里 钟向辉终于印证了许欢的话 他没骗自己 林氏兄弟的背后 确实是杨良平 这样的话 谁还敢说个不字 但是钟向辉是个不达目的 是不罢休的人 这个时候他想得很明白 只要是杨良平不直接说明白这事 那他就继续装糊涂 贺总 原来武贤庄的石头 对水泥厂这么重要 钟向辉问道 是啊 我刚刚向杨书记汇报完 这不 才几天的时间 我们那里已经是产能不足了 贺总点点头 笑眯眯地说道 钟向辉点点头 说道 那行吧 回头我会和村里说 让他们继续为你们提供石头 但是那石头山是集体所有权 所以 卖给你们石头没关系 但是这林家兄弟嘛 就算了 他们殴打乡镇干部 偷税漏水 拒不服从管理 这样的客户你也别和他做生意了 杨书记 我看还是让村里给线水泥厂供货 这样最合适了 村里也可以成立公司 这样既不耽误水泥厂的产能 也能让村里老百姓服气 杨良平没想到钟向辉会这么说 而且说的是滴水不漏 自己没提林氏兄弟的事情 钟向辉不但是提了 还堵住了他的嘴 你说的是线水泥厂的产能 没关系 村里给你提供石头 这有啥呀 谁提供不是 提供 除非你说 就得让林氏兄弟干这事 换了谁也不好使 杨良平眯着眼看着钟向辉 钟向辉也看着他 本以为杨良平会说几句不好听的话 此时那位贺总也觉得 这气氛明明显不对 于是试探着看了一眼杨良平 杨良平说道 贺总 你先回去吧 回头我们再说 贺总巴不得赶紧离开呢 于是起身离开了 房间里就剩下了杨良平和钟向辉了 钟向辉知道 攀排的时刻到了 刚刚我说的话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卖给水泥厂石头的一直都是林家兄弟 他们熟悉行情和交易规矩 你现在和我说让村里供应 你什么意思 觉得我说的不够明白吗 杨良平问道 钟向辉文言一愣 站起来试探着问道 杨书记 你的意思是还让林氏兄弟做老板 挖掘村里的集体山林 然后自己赚大钱 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杨良平文言看了钟向辉一眼 然后盯着他终于问了一句道 钟向辉 你是不是党的干部 是不是党员 那当然了 我 我看你不是 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你给我装什么一二三 你以为我看不懂你的小心思吗 杨良平问道 我 杨书记 我能有啥小心思 我这都是为了村里好吗 而且那个林文龙 确实是黑恶势力 纠集了一帮闲散人员 在村里胡作非为 所以 钟向辉 我看你是秦厅长的秘书 你跟过他 我这一再地给你解释 纯粹就是给秦厅长面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啥话 要我说得那么明白吗 我告诉你 你愿意在老胡镇干 就老老实实干 不想干就滚蛋 爱去哪去哪 杨良平终于火了 在门外秘书办公室的耿小蕊 都能听得到 他本想一脚踹开门 但是看了看方向敌 忍住了 这里是县委书记的办公室 自己要是一个忍不住踹了门 这么做 不是给钟向辉撑场面 而是给他惹祸 所以此时 他就算是咬碎了牙 也得往杜里 宗向辉见杨良平不但生气了 还抱了粗口 火气也一下子就上头了 但是他想起来 陈在生说过的一 据话 你要是想坐到别人的脸上 首先你得把自己的脸 也得垫上去才行 否则的话 那就是胡扯淡 谁愿意一开始就让你的屁股 坐在自己的脸上呢 钟向辉文言笑了笑 站起来 端起杨良平的茶杯 去饮水基础 给他蓄上水 恭恭敬敬地端给了杨良平 陪着笑脸说道 杨书记 你别和我一般见识 我这才在体制内干了几天 很多事 我真的是看不懂 有些话呢 我也是一知半解 秦书记在的时候 也时常说 我的脑子转得慢 不过你这一说 我明白了 林文龙的事 县局那边怎么弄都行 我不管了 林文虎这边呢 这就是个误会 我们见个面 喝个茶 这事就算是过去了 我保证 从我这里来说 这是翻篇了 杨良平的脸色一直不好看 但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钟向辉这个时候的笑脸 那叫一个灿烂 再说了 他也做了保证 这事就算是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 所以 自己要是在鼻子 不是鼻子眼 不是眼的 人家 把梯子都递到了自己的脚底下 那自己 还能再端着吗 钟向辉 不管是擒厅长 还是工县长 都说你是个人才 就是脑子骨板了点 有时候有些是要学会变通 别这么死板 通过这件事 你咋想的 杨良平问道 杨书记 我觉得 还是自己的大局观不行 我知道 杨书记这么安排 一定是有全局的考量 是我太狭隘了点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地学习 争取让自己的格局打开 这样才能跟得上形势的发展 钟向辉自真剧拙地说道 耿小蕊一直都等在外面 等着钟向辉出来 但是钟向辉一直不出来了 虽然听不到 里面有大声呵斥的声音了 但是钟向辉在里面遭遇了什么事情 他还是心急如焚 对于钟向辉的妥协 杨良平很满意 因为秦明杨在的那些年 他一直都是被压着的状态 秦明杨控制了常委会 那些年 他在常委会上 基本是没有话语权的 当然了 他也极少表达自己的意见 开始时的几次意见表达 被秦明杨明理案例否定了之后 就再不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这辈子想要否定秦明杨 是没什么机会了 自己和他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知道走得谁的关系 他居然能从县委书记的位置上 直接盼到了财政厅的副厅长位置 这不是一般的关系就能实现的 但是他的秘书钟相辉 现在还在自己的手里 可以说 现在对钟相辉的态度 很大程度上是杨良平 对秦明杨的发泄 只不过现在钟相辉成了替罪杨而已 看着钟相辉小心陪着笑脸的样子 杨良平的心里出奇的舒服 这种心里的阴暗面谁都有 不管是领导 还是普通人 都有这种阴暗面 因为这是人性使然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就是不舒服而已 但是一旦这么做了 就会身心愉悦 所以 当你的领导无缘无故地刁难你 为难你的时候 不要想什么理由 为什么会这样 不要问为什么 只管不要脸的去巴结就是了 他们要的 就是你的臣服和巴结 一旦你照着他的思路去做了 你会发现 之前的那些事 都跟小孩子闹脾气一样 来得快去的也快 试图也好 公司里也罢 当你要想反击的时候 首先要做的就是低头 像急了逗羊 要想顶死对方 必须低头 你这样想非常好 哎 你还年轻 才进体制那几天啊 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年轻人 慢慢学吧 杨良平最后做了一个总结 说道 是是是 杨书记 你的话我记住了 一定会好好学习 最要紧的就是 我格局还太小 一定会着眼大局 谦卑的话说了一大通 直到杨良平认为 合适了 也或许是 钟相辉自我检讨的 连他也听不下去了 终于抬手制止了 钟相辉 行了 回去吧 武贤庄的事情 你给我好好处理 这件事 我就交给你了 剩下的事怎么办 我看你的处理结果 杨良平说道 是是 我保证随时报告处理结果 这件事交给我 您放心吧 钟相辉说道 从杨良平的办公室里出来 钟相辉脸上 依旧保持着礼貌性的微笑 还和方相辟握握手 小声说道 方秘书 周末我来接你去老湖吃鱼 从湖里新打上来的鱼 现烤一下 别提多好吃了 就这么说定了 我来接你 好好好 谢谢钟镇长 慢走 方相辟一手握住 钟相辉的手 一手还在他的手臂上拍了拍 以示亲热 耿小蕊对钟相辉还是很了解的 所以当钟相辉上了车之后 在看向钟相辉的脸的时候 才发现他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杨良平逊你了 耿小蕊问道 钟相辉常常出了一口气 说道 我得好好活着 一定要看到杨良平进去吃牢饭才行 这个老混蛋 还真是把自己当云山县的土皇帝了 要我点头 不再管武贤庄的事 其实说白了 就是要放林文龙兄弟一马 这个地方放一马 然后呢 我在老湖镇还干个屁呀 好容易搞起来的这些公司 说不定也得黄了 那你想怎么样 耿小蕊问道 我还没想好 现在来看 林氏兄弟一定是给杨良平送钱了 要不然杨良平会保存里这两个土鳖 钟相辉说道 没关系 问问球员就知道了 他现在不是很听你的话吗 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 你给他找了这么好的出路 他感激你还来不及那耿小蕊说道 钟相辉当然能听出来 耿小蕊这无名的醋意来自何方 所以说道 我不想和他有过多的牵扯 你打电话问问吧 耿小蕊对他的反应非常满意 接着就给球员打了电话 得到的消息 让钟相辉有些目瞪口呆 林氏兄弟在不久前 刚刚在红山 给杨良平买了一套别墅 挂在了杨冠宇的名下 这件事没人知道 而且发生的时间也很短 大概也就是半个月之内的事情 价值三百七十万 钟相辉感觉自己的牙有些酸 于是说道 那行 我知道了 这是怕是翻不过来了 我找找关系 调到市里去 老子不在这里玩了 我去了市里 看着这群王八蛋怎么进坟地 耿小蕊看看他 没说话 因为他的心里 也在盘算这件事该怎么办 看来白道 是斗不过林氏兄弟了 就像是钟相辉说的那样 要是林氏兄弟回了村里 那钟相辉在老胡镇的微信 将被降为打击 再想推进 他那一套 恐怕就难了 别看村里那些基层干部 学好不是那么认真 但是学坏那可是一丁一个准 这种事情 对于出身农村的钟相辉来说 他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真的有那么糟糕 耿小蕊问道 不信你可以试试 反正我不想在这里干了 趁着这个机会 还能有点同情分 回头我找贾思远问问 要不然就先去组织部帮忙吧 关系不调走 这样还能容易点出去几年到时候再说 钟相辉说道 因为钟相辉想得很明白 有杨良平撑腰的林氏兄弟 这件事之后一定会变本加厉 与其在这里自取其辱 还不如避其锋芒 等到将来有机会再说 在这里和这些烂人耗在一起 既浪费自己的生命 也浪费自己的钱财 顾晓曦说了 自己写的东西非常受欢迎 催更不断 去了市里写写书 或许比这里好多了 杨良平处理别的事情 效率高不高 钟相辉不知道 但是处理这件事的效率是真的高 钟相辉和耿小蕊 刚刚回到了云山大厦的办公室里 就接到了许欢的电话 钟镇长 通知你一声 林文龙和林文虎兄弟都放了 这是杨良平书记亲自督促安排的 许欢说道 谢谢许局长 我知道你尽力了 谢谢 钟相辉说道 钟镇长 想开点 都是为了公嫁的事 没必要这么较真 把自己的路走好就行了 至于别人 人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是坑还是砍 那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许欢还安慰了钟相辉一句 其实这话原本是可以不说的 要是换了别人 许欢绝不会这么多的废话 但是他知道 钟相辉和屈身碗的关系 这话既是说给钟相辉听的 也是想着 让钟相辉给屈身碗带个话 这事 他真的是尽力了 当然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今晚就会回市里 约屈身碗吃个饭 人家交代的事 自己没办成 怎么也得有个说法 这就是事事有回音 不能这是领导交代了 人家不问你 就不会报了 这不是成熟的从政者的属性 谢谢 我知道了 去书记那里 我会和他说的 你也不容易 哎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我都无奈 钟相辉把这话说明白了 虽然是没办成 但是许欢心里一宽 很感激钟相辉 懂得了自己的意思 挂了电话 钟相辉看向耿小蕊 说道 看看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的杨皇帝就这么霸气 这才和我谈完 人立马就放了 就这点事 钟相辉非常无力地躺在沙发上 耿小蕊走过去 骑在他的身上 说道 你是想去市里呢 还是想在镇上再继续干下去 哎 去市里只是躲避一时 你说 这杨良平啥时候能进去 我就啥时候回来 他不进去 我还不回来了 要不然 你去省里找找秦如新吧 耿小蕊趴在他的身上 听着他的心跳 说道 钟相辉文言一愣 随即就明白 他话里的意思了 说道 别扯了 这种事 我宁肯欠兄弟的情分 也不愿意走女人的路子 这种人情 欠了太难还了 你说我该怎么还 像我这样长得 这么帅的男人 哪个见了不想占便宜 所以 这种事想都不要想 要是最后被迫以身相许可咋办 耿小蕊文言 扑斥一声笑了 用力扭住了他的腮帮子 说道 哎 要不要脸 你要是个女人说 这话我信 你这个大男人 还怕别人占你便宜 脸呢 我说的是真的 这种事不能做 好吧 不过去市里的话 委屈你了 你适合做正经事 市里找个衙门 都是混日子吃饭的 你去了也就是给人打杂 能有啥出息 对吧 我看你 还是在镇上干算了 再忍忍 耿小蕊说道 中相辉文言闭上了眼睛 说道 让我想想再说吧 我想想 耿小蕊没有再逼他 说道 那我出去处理点事 你好好休息一下 对了 晚上一起 和朱英华吃个饭吧 我看他挺愿意和你聊的 难得能有和你聊来的人 我和你之间 我们能聊的话题都聊完了 再聊就是尬聊 你和朱英华都是有学问的人 你们能聊得来 你们先聊着 回头我再去找你们 我现在很累 不想聊 想睡觉 中相辉有气无力地说道 然后沉沉睡去 在办公室外面的会议室里 耿小蕊和魏金明坐在沙发上 耿小蕊说道 刚刚我和你说的这些事 你想想办法 怎么办 那俩或我见过 死硬死硬的 好好讲是没任何希望了 耿总 就看你想要什么结果了 魏金明说道 他们现在被放回去 一定是得意忘形的不得了 接下来就会串联其他的村干部 然后中相辉在老胡镇待着 就真的是没脸没皮了 而且 他想干的事 啥也干不了 怎么办 耿小蕊问道 那就是说 让他们知道 就算是他们被放回来了 那也没用 要想收拾他们 还是一句话的是 是这个意思吧 魏金明问道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事也有风险 现在村里路上 到处都是摄像头 我就算是去找他们算账 这一来一去的 很难不被发现 魏金明说道 耿小蕊点点头 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 仿佛是灵光一线 说道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找人问问 中相辉在睡 朱英华也在睡 他难得有这么好的休息时间 所以在这五星级的酒店里 睡得是格外香甜 但是被耿小蕊的敲门声吵醒 非常的不悦 可是看到是这里的老板 多少也要给点面子 于是开了门 回头依然倒在了大床上 耿小蕊站在他的床前 把事情说了一遍 他这才坐了起来 问道 所以呢 我要这一路上的几个摄像头 包括五贤庄村里的摄像头都坏掉 你能做到 对吧 这种是对你这种搞软件的人来说 还不是手拿把掐的 耿小蕊问道 朱英华盘腿坐在床上 看着耿小蕊 问道 钟相辉怎么还不娶你 他要是娶你 我给你当伴娘吧 可以呀 这得他愿意才行 这是猴年马月呢 别提这有的没的了 就问问你 行不行 耿小蕊问道 小事 给我个时间段 我保证 这一路上的摄像头都变成瞎子 放心吧 别乱走 划定了路线 我就把这条路线上的摄像头 都给他鼓到瞎了 朱英华说完又倒在了大床上 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大床 真大 可以睡好几个人呢 耿小蕊心满意足地去找了魏金明 告诉他没事 摄像头的事都给他搞定了 他只要是自己做好防护 别被人看出来就行了 剩下的事 就看他的手下有没有准了 魏金明说道 保证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耿小蕊为了钟相辉 可以说什么都敢干 这种事也能干得出来 估计除了耿小蕊 找不出第二个来 你这么干他知道吗 朱英华坐在了电脑前 回头看看耿小蕊 问道 你咋这么多废话呢 让你干啥就干啥得了 废话连篇 你到底行不行 耿小蕊问道 朱英华撇撇嘴 再不说话了 手指在电脑上 噼里啪啦的一通敲击 耿小蕊眼看着这一个个的摄像头 刚刚还有画面呢 但是过了一会就黑屏了 耿小蕊给魏金明打了电话 告诉他可以出发了 但是凌晨五点之前必须回来 否则的话 就可能被人目击到了 魏金明一路骑着一辆 没有排照的摩托车 去了五贤庄 就像是钟相辉预测的那样 五贤庄村委会里 林文龙和林文胡两人 还有他们的一帮小兄弟 都在村委会喝酒呢 进去之前 魏金明还拍了照 现场的这些人 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一个漏下的 后来钟相辉看这张照片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在这间屋子里 还有几个其他村委会的主任 或者是书记 这些都是后话 村委会的这些人 都喝得差不多了 任何人也不会想到 这个时候会有人来算计他们 当带着摩托车头盔的魏金明 进了办公室的时候 这些喝酒的人 还以为是哪个村里的干部才来呢 魏金明拉起来 林文龙走出了房门 用棒球棍 将其顶在了外面走廊的墙上 说道 林文龙 有人不想在云山县看见你 今晚就走 别到时候把人家惹急了 你以为送了钱 人家就想看你在这里胡作非为啊 杨书记说了 让你今晚就走 别墨迹 还有你弟弟 都给我滚蛋 滚出云山县 明白没 你说啥 杨书记说的 凭啥啊 我给他儿子买了别墅的 他凭啥让我走 我不走 我才回来 老子 还要在这里发财呢 凭啥走 不走 林文龙一下子就火了 你太不安分了 还有 这次虽然把你捞出来了 但是你太能惹事 你弟弟连镇上的干部都敢打 杨书记说 你这么下去 会连累他 你们也赚了不少钱了 现在滚蛋 还能有命花钱 否则的话 将来可不一定了 魏金明按照耿小蕊 教他的那些话 一五一十的 都算在了杨良平的账上 其实他来这里 还不单单是为了劝他的 他也知道 这么劝是没用的 要是这么劝劝就管用的话 那就不用大费周章的黑调摄像头了 此时 林文虎也出来了 魏金明点点头 说道 这样吧 杨书记在门外车里呢 你们有啥想说的 自己和他说吧 我就不在这里废口舌了 好吧 魏金明指了指村委会大门外 那里果然亮着车灯 隐隐还有发动机的声音 那是魏金明没有熄火的 摩托车 林文龙仗着这是自己的地盘 没人敢把他怎么样 于是亮亮呛呛地走向了大门口 而后面跟着的就是林文虎 不知道是林文虎喝的酒少 还是比较精明 他觉得这是不对 于是一把拉住了魏金明 问道 你怎么也不把头盔摘下来 你是谁啊 但是他喝了酒 力气肯定比不过魏金明 魏金明不搭理他 甩掉了他的胳膊 继续向前走 两人这么拉拉扯扯的 就到了的大门口 魏金明被林文虎拉扯得急了 回头一低头 棒球棍结结实实地 砸在了林文虎的膝盖处 林文虎瞬间就疼得倒地不起 他的叫声惊到了林文龙 林文龙回头一看 拿着棍子的魏金明 仿佛是明白了什么 居然从兜里拿出来一只匕首 魏金明是侦察兵出身 所以下死手是他的家常便饭 等到他悠悠然骑着摩托车离开的时候 武贤庄村委会的院子里 传来了林文龙兄弟的惨叫声 按照耿小蕊给他交代的 这两人 不可能要他们的命 那样是就大了 但是打残费还是可以的 所以 魏金明下手的位置非常好 膝盖 棒球棍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们俩的膝盖处 粉末性骨折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兄弟两个这辈子都别想再站起来 更不要说到处祸害人了 耿小蕊安排自己的手下人 在路上用汽车接力的方式 在无人无监控的地方 把魏金明捣手好几次 直到把他送到了红山市 避避风头再说 当然了 摩托车沉到了老湖里 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捞出来 而且林文龙并未看到魏金明停在门外的车是什么车 也不知道杨良平到底是不是在门外的车里 但是他们现在两人像是木乃伊一样被捆得结结实实接受手术呢 钟相挥起了个大早 虽然事情到了这一步 但是镇上的工作还得做呀 于是简单和耿小蕊一起吃了早餐就去上班了 当然 一起吃早饭的还有朱英华 朱英华看到耿小蕊的表现 简直是有大将风度 而且 他心里的恨一直都是无处抒发 但是经过了这件事 仿佛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等到钟相辉走了之后 他才问耿小蕊道 你每天都是这么演的吗 嗯 什么意思 没啥意思 就是觉得你昨晚做了那么大的事 今早还能这么心平气和的陪他一起吃早饭 还能变现得这么淡定 我真是服了你 有大将之风 朱英华竖起了大拇指道 但是他喝了酒 力气肯定比不过魏金明 魏金明不搭理他 甩掉了他的胳膊 继续向前走 两人这么拉拉扯扯的 就到了的大门口 魏金明被林文虎拉扯得急了 回头一低头 棒球棍结结实实地砸在了林文虎的膝盖处 林文虎瞬间就疼得倒地不起 他的叫声惊到了林文龙 林文龙回头一看 拿着棍子的魏金明 仿佛是明白了什么 居然从兜里拿出来一只匕首 魏金明是侦察兵出身 所以下死手是他的家常便饭 等到他悠悠然骑着摩托车离开的时候 武贤庄村委会的院子里 传来了林文龙兄弟的惨叫声 按照耿小蕊给他交代的 这两人 不可能要他们的命 那样是就大了 但是打残废还是可以的 所以 魏金明下手的位置非常好 膝盖 棒球棍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们俩的膝盖处 粉末性骨折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兄弟两个 这辈子都别想再站起来 更不要说 到处祸害人了 耿小蕊安排自己的手下人 在路上用汽车接力的方式 在无人无监控的地方 把魏金明捣手好几次 直到把他送到了红山市 避避风头再说 当然了 摩托车沉到了老湖里 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捞出来 而且 林文龙并未看到 魏金明停在门外的车是什么车 也不知道杨良平 到底是不是在门外的车里 但是他们现在两人像是木乃伊一样 被捆得结结实实接受手术呢 钟相挥起了个大早 虽然事情到了这一步 但是镇上的工作还得做呀 于是简单和耿小蕊一起吃了早餐 就去上班了 当然 一起吃早饭的还有朱英华 朱英华看到耿小蕊的表现 简直是有大将风度 而且 他心里的恨一直都是无处抒发 但是经过了这件事 仿佛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等到钟相挥走了之后 他才问耿小蕊道 你每天都是这么演的吗 em 什么意思 没啥意思 就是觉得你昨晚做了那么大的事 今早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 陪他一起吃早饭 还能变现得这么淡定 我真是服了你 有大将之风 朱英华竖起了大拇指道 耿小蕊也不傻 不会轻易地被朱英华忽悠了 也知道朱英华的小心思 于是淡淡地说道 你想多了 我只是对他这样 换个人 就算是我爸 我也不会这么下力气 朱英华倒没有恼怒 反倒是觉得耿小蕊说得很对 也许只有深爱一个人的时候 才能豁出去 一切为他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我在想 要是钟镇长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朱英华笑笑说道 钟相辉的表情 除了齐震林 没人看到 刚刚到了镇上 就被齐震林叫去了办公室 昨晚武贤庄出事了 齐震林小声说道 出事能出啥事 哦 那是 我知道了 县局许局长通知我了 杨书记要顾全大局 把林文龙和林文虎放了 哎 我这脸被打的 不是这事 他们回去是回去了 但是昨晚被人打了 两兄弟的膝盖 被人砸得血肉模糊 不出意外 这辈子就只能是坐轮椅了 齐震林说道 钟相辉一下子愣住了 齐震林看着钟相辉的脸色 试探着问道 相辉 这是和你没关系吧 和我能有啥关系 我昨晚在家里睡觉 一直都在家里 耿小蕊可以给我作证 这事我还真是不知道 是得罪了别的人 钟相辉问道不知道 但是你刚刚在武贤庄被打了 接着他们兄弟就出事了 这是很难不往你身上想啊 县局好像已经介入调查了 这事看起来没那么简单 齐震林说道 管他呢 反正这是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也不怕麻烦 不过可惜了 钟相辉自言自语道 什么可惜了 齐震林一愣 问道 要是打死就好了 怎么就打残了的 这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多舒坦 还活着 感觉就像是端上来一碗饭 老是有苍蝇 在转悠 轰吧 影响吃饭的心情 不轰吧 又觉得恶心 还不如一巴掌拍死算了 钟相辉说道 我靠 你这思路也是罪了 行了 这事先不要想了 各个村里都送上来了发展的计划材料 我们看一看 齐震林问道 好啊 为了这些烂人费时间不值得 看看发展规划吧 钟相辉说道 于是 会议开始讨论 村里地上来的这些规划材料 别看老齐在这些村委会的干部里面 年龄比较大 但是思想最活跃 按照钟相辉的思路 七合村提出来的思路 也最让人眼前一亮 不但如此 他们还积极地联系本村里 在外打工的大学生 和其他的亲戚 终于联系上了一个 在和马先生任职的本村姑娘的女婿 这关系拐的 一看就是真的下了功夫了 这个人不管采购 所以这个关系也只能是介绍一下而已 我们想的是种出来一茬稻子 有机大米 找找七合村的这个女婿 看看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把我们的这些大米也卖到他们那个店里去 我儿子说了 这个店很大的 全国都有连锁店 这要是能成为他们的供货商 那我们就发了 老齐说道 老齐 你这个思路绝对好 我们这里虽然比不上五长大米 但是我们也没有五长大米贵啊 所以 把好质量关 还有 就是把价格降下来 这样的话 还能竞争一下 如果能供应本省和马先生的大米 那也是很有干头的 钟向辉话没说完 他的手机响了 一看是线尾办的号码 于是站起来拿着手机出去了 喂 我是钟向辉 钟镇长 我是方向迪 刚刚杨书记发火了 让你立刻到办公室来一趟 你在哪呢 我在镇上开会呢 咋了 出啥事了 钟向辉问道 你来了就知道了 就这样吧 别磨叽了 尽快来 方向迪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此时方向迪在听听杨良平的房间里 他的声音快把屋顶掀翻了 发火的对象是县局局长许欢 他最近真是感觉到头大了 怎么遇到的都是这些屁事 钟向辉路上才有时间给耿小蕊打了个电话 问他是不是知道这事 你想哪去了 我有那个本事吗 再说了 你在镇上干也好 去市里也行 都和我没多大的关系 我犯得着做这种铤而走险的事 耿小蕊矢口否认 这事是他干的 我就是问问 别生气 这不 杨良平叫我去见他 看来是因为这事 不过这事会是谁干的呢 钟向辉自言自语道 叫你去就去 反正这事和我们没关系 有本事让他们去查就是了 对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耿小蕊说道 在得到了耿小蕊的确切答复之后 钟向辉的心里 一下子就安定了 朱英华看看放下电话的耿小蕊 问道 为啥不告诉他 杨良平叫他去办公室 肯定是因为这事 原因很简单啊 就是因为他刚刚和林文虎发生了冲突 这不 晚上就开始报复了 但是这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 要是钟向辉真的这么干的话 又显得太蠢了 所以 这种情况下 他反倒是安全的 再说了 这事和他有没什么关系 杨良平也是一只老狐狸 要是告诉他这事了 说不定在和杨良平对话的时候被看出来 现在这样就好了 不可能被看出来 因为这事 他确实不知道 耿小蕊说道 朱英华觉得自己够厉害 够能隐忍的了 但是在看到了耿小蕊一个人撑着这么大一个公司 他老子还在监狱里服刑 还能这么游刃有余地替钟向辉处理这些事 真是打心眼里服气了 看我干什么 耿小蕊说完 没听到朱英华回话 于是看过去 一眼看到了朱英华正在直勾勾地看着他呢 没什么 我只是发现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了 朱英华拖着腮帮崇拜地说道 哎哎 我取向很正常 别赖这套 我取向也正常 只是觉得吧 你看你 这么小小年纪 处理起这些事情来 居然这么有章法 很值得我学习 朱英华说道 所以呢 所以 我们拜把子怎么样 朱英华豪气地说道 哎 我真是想不到 一个上海交大毕业的研究生 IT科技大老板 看上 我这个香野柴火妞 算了吧 我没和人拜拜子的习惯 耿小蕊说道 真不拜 朱英华没有恼火 问道 不拜 那行吧 那你和钟向辉结婚了吗 没有 咋了 你要是和我拜拜子呢 咱们就是姐妹 姐妹夫 不可服 不然我就追求钟向辉 你选一个吧 朱英华邪妹地一笑 说道 哎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住我这里 吃我的喝我的 你还这么威胁我 脸呢 朱英华文言笑笑 小声说道 你没想明白这事 林家兄弟这事 我也有参与 我们现在拜拜子 那也是为了共同守护 这个秘密不是 你想哪去了 再说了 我又不是求你帮我做啥事 平良心说 你觉得 我是不是还有点用 钟向辉到了县委书记杨良平的办公室门外之后 就听到了里面杨良平大声说着什么事情 他迈步进了方向迪的办公室的时候 方向迪急忙站起来拦住了他 你稍微等一下吧 杨书记正在里面和许局长说话呢 他们刚刚吵完 你这个时候进去 不是撞枪口上了吗 方向迪说道 那没事吧 到底出啥事了 这么激动 钟向辉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问道 事实上 他确实也是啥都不知道 可见耿小蕊的顾虑是多么的正确 稍微知道一点事实情况都可能露出来马脚 只有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好的隐藏手段 钟向辉这话问的 连方向迪都疑惑地看着他 不用说 他也在怀疑 这是是不是钟向辉干的 但是无论怎么看 钟向辉面不红心不跳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感到有些疑惑 昨晚 林文龙和林文虎被人打了 县里的医院搞不定 送到市里去了 就这事啊 这是我知道 我一大早刚刚到了镇上 其书记就告诉我这事了 这是多大的事吗 打了就打了 让县局市局破案就是了 杨书记这是发的哪门子活 钟向辉问道 方向迪刚刚想说什么的时候 意识到这话不能说 于是善善地说道 你先做会吧 等会阳书记和许局长谈完了之后 你再进去 或许好点 杨良平发了一通火之后 里面暂时安静下来了 但是随即杨良平就问到了钟向辉来没来 到了到了 钟向辉答应着进了办公室 看到了许欢一脸的官司 看起来就是刚刚生完气 气还没消呢 看到钟向辉进来 他的脸色更是不好看 他忽然发现 这个钟向辉真是能惹事 杨良平看钟向辉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许欢好歹还坐着呢 钟向辉进来之后 只有站着的份 看看因为生气 脸色难看的 像是猪肝的领导 钟向辉一时间有些同情他了 正是不干 每天就是这些屁事 让他疲于奔命 可能正是都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而这些事关自己的屁事 才是让人头疼的 钟向辉 昨晚你在哪 杨良平问道 在耿小蕊家里住的 一晚上没出去 咋了 是吗 有证人吗 有啊 耿小蕊吧 还有他家里的那些保镖啥的 都能证明我在家里睡的 是不是因为林家兄弟的事 钟向辉问道 你知道这事了 许欢问道 嗯 我一早到了镇上准备开会的时候 齐震林书记告诉我的 这事还不好办 到处都是摄像头 谁打的还能跑得了 查就是了 不过林家兄弟在村里 可是得罪了不少人 谁下的手真是不好说 钟向辉说道 不是你下的手吧 杨良平问道 可 书记 我还真是不屑于做这种事情 怎么说 我也是党的干部 我们有法律 有纪律 这种是法律纪律都能解决 私人动用这种手段 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想法过 钟向辉说道 行 你有这个觉悟就好 别让我查出来是谁干的 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钟向辉 你和林文虎发生了冲突 这事就出来了 你得配合县局进行调查 杨良平说道 调查 没问题 我随叫随到 什么时候 叫我都可以 钟向辉说道 钟向辉 这事都是因你而起 无论怎么说你也脱不了干系 你先停职吧 等到这事调查清楚了再说 杨良平说道 书记 我工作不耽误调查 再说了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这事是我干的 凭啥挺我的职 镇上一大堆的事等着呢 钟向辉说道 凭啥 不凭啥 我刚刚说了 你没听见吗 停职接受调查 许局长 我希望 你能尽快把这事给我查清楚了 无论涉及到谁 都给我查出来 杨良平恼火道 钟向辉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被许欢狠狠地瞪了一眼 然后许欢起身 说了声回去调查 接着就出去了 钟向辉也想离开的时候 被杨良平叫住了 门被许欢关上之后 杨良平看向钟向辉 问道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 但是你敢保证 不是耿小蕊干的吗 这个丫头无法无天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会查到底 你回去告诉她 别再惹事 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钟向辉闻言 笑了笑说道 我和她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她想做什么 我也管不了 但是杨书记 我这个停职 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结束 那就看这个案子 什么时候查清楚了 早点查清楚 你就可以早点恢复工作 否则的话 你就在家里等着吧 杨良平说道 在钟向辉看来 这就是不讲理了 但是没办法 你和领导讲道理 哪有那么好的事 这道理都是领导家里批发出来的 你所谓的道理 都是领导手指头缝里露出来的二手货 一手货说没就没 更何况是二手货呢 钟向辉出了杨良平的办公室门 看到许欢还在楼道拐弯处等着她呢 见到她只说了一句话 走吧 去局里谈谈 钟向辉上了车 跟在许欢的车后面 上了车之后 就给耿小蕊打了个电话 耿小蕊没想到杨良平会这么干 恼火是肯定的 她一度想要把自己手里的大杀器放出去 可是又想到 这样鱼死网破的做法 换来这么点效果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于是好言安慰钟向辉 让她先去处理 自己想想办法再说 钟向辉从杨良平的话里 以及耿小蕊刚刚话里的意思 隐隐觉得 这事就是耿小蕊干的 除了她 谁能干出这事来 面对许欢的时候 钟向辉的自信 马上又展现出来了 许欢看向钟向辉 钟向辉也看向她 两人相视 笑 钟向辉说道 这是 查我等于白扯 我像是这么没脑子的人吗 刚刚和她干了一仗 立刻就找人报复她 这不是明摆着给自己惹事吗 我知道你没这么蠢 但问题是 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你看看你 这不还是被撸了吗 许欢问道 没办法 她现在看我啥都不顺眼 或者是我 真是不该留下来 在这里耗了 你什么时候回市里 我去见见取书记 看看我有没有机会去市里 钟向辉说道 哎 这真是个办法 对了 你知道杨书记为什么这么恼火吗 许欢问道 为啥 因为我得罪他了 钟向辉问道 因为 我去医院见过那兄弟俩个了 他们说得很清楚 两人交代的基本一致 都说了一件事 那就是 打他们的人 是打着杨书记的旗号去的 杨书记派去的人 说让他们滚蛋 离开云山县 爱去哪去啊 一言不合 那人就下了死手 我问过医生了 站起来的希望很小 许欢说道 然后呢 杨书记就把这事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 钟向辉问道 不是 他怀疑的是耿小蕊 耿小蕊的手下有不少人 那些人都是跟着耿承安打天下的对吧 按说耿承安进去了 这些人也该树倒 胡孙散了 可是居然没有 知道因为啥吗 许欢问道 知道一点 耿小蕊是我女朋友 我要是说不知道 你该说我胡说八道了 耿小蕊给了那些人股份 还叔叔大爷地供着他们 所以 他们现在也愿意听耿小蕊的 就这点事 钟向辉说道 所以 杨书记对他手下的那些人忌惮得很 刚刚和我说了 要我查耿小蕊 看看这事是不是和他有关系 要是真有关系的话 杨书记会怎么样 你想过没有 耿承安可是在牢里呢 杨良平要是真想干点啥事 那还真是不好说 许欢说道 钟向辉文言摇摇头说道 这是你放心吧 你可进去查 查出来什么就会报什么 要真是耿小蕊干的 杨书记一样会拉西 啥都干不了 现在杨良平还鼓动着自己儿子 去追求耿小蕊呢 他不敢怎么样 而且耿承安进去后 他的公司没倒没跨 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 所以 我不担心这个 许欢笑笑说道我明白了 所以这个案子 我无论查出来 还是查不出来 最后倒霉的都是林家兄弟了 对吧 这个案子不可能有凶手 不会有人坐牢 对吗 钟向辉想了想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 有可能是没人坐牢 也可能是很多人坐牢 许欢看着钟向辉的样子 有些气恼 自己在这个家伙面前 还很占到过便宜 每次都感觉像是 被他牵着鼻子走 恼火得很 钟向辉回到了云山大厦 耿小蕊和朱英华正在喝茶 钟向辉坐下后 伸手端过去耿小蕊的茶杯喝了一口 说道 我可能要歇几天了 没事陪你玩玩 朱总 我觉得你可以回去了 别在这里蹭吃蹭喝了 林家兄弟都放了 虽然现在又进去了 不过进去的是医院 所以你在这里的意义是啥呢 谁还会不让你回去 你咋了 说话阴阳怪气的 出啥事了 耿小蕊问道 我被杨良平叫去训了一顿 林家兄弟被打进了医院里 打他的人 号称是杨书记派去的 这下好了 杨良平彻底恼火了 让我停止接受调查 我这也只能是在家里了 哪里都去不了 钟向辉一边说 一边看着耿小蕊的脸色 奈何耿小蕊闻言 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而朱英华任何表情都没有 好像是从来没发生这件事一样 真是你们干的 钟向辉问道 这是早晚都得有人做 我们不做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懂得江湖险恶呢 所以 我就让人去教教他们 他们在自己村里横惯了 还真的以为 没人敢惹他们呢 可是杨良平已经盯上你了 怎么办 要是这是真的查出来 他会不会对你下手 你怎么就不能再忍忍 等你父亲出来再说 钟向辉问道 这种事忍一次 就会有无数次 所以 这一下子就得打扶他 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这云山线的画世人 耿小蕊说道 耿小蕊说的这些江湖黑话 让钟向辉不停地皱眉 可是朱英华听这些话 却格外地过瘾 对于父母的仇怨 他一直都是寄希望与法律和正义 或者是自己结交的关系足够广 可是在没见到耿小蕊之前 那些手段让他一再地失望 没有一次成功不说 自己砸了那么多的钱 去结交那些自认为有用的人 可是这些人 却是吃肉连骨头都不吐的家伙 怎么会帮着他这个 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呢 再说了 他父母的事情那么敏感 那些吃了他东西的人 恨不得吐出来 可是朱英华不让 既然你们不帮我 那这些吃进去的东西 也得成为他们这些人 梦魇的源泉 耿小蕊话音未落 朱英华就开始鼓掌 把忠相辉吓了一跳 有些恼火地说道 你添什么乱啊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有些人就是给脸不要脸 蹬鼻子上脸 我看小蕊妹妹做得对 这种人就该好好教训一下 让他们知道 爹是怎么写的妹妹 叫得倒是挺亲热 忠相辉说道 对啊 我们拜把子了 我是姐姐 她是妹妹 怎么样 意外吗 朱英华得意地问道 忠相辉看向耿小蕊 她没说话 只是呆呆地坐着 仿佛这两人的对话 她一点都没听进去似的 我待会去找她 她凭啥挺你的职 忠相辉 我就不信了 这云山县 她还真当成自己家的了 耿小蕊问道 忠相辉摇摇头说道 别扯了 这是没啥意思 你也别找她了 我这段时间很累 也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去省里看看老领导 去学校找找我的导师 去市里见见朋友 我觉得挺好的 就这样吧 你让厨房做几个菜 我们喝点 算是给你的猪姐姐健行 一路走好 我呸 你才一路走好呢 你这是给人送行吗 我看你这是要把人送走了 朱英华不满地说道 忠相辉越来越发现 在有些时候 自己的计谋 还不如耿小蕊呢 自己做事 还得考虑一下 党纪国法这些条条框框 但是耿小蕊不用 她是直奔着墓地去的 墓地达到了最好 不行再换个渠道 回到了她的豪宅 囚员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当然 这是耿小蕊安排的 耿总 今天叫我来什么事啊 杨书记要来 我得赶紧回去 囚员说道 她被停职了 要被调查 杨良平下的命令 你看看怎么办 好好和杨良平说一下 别把大家搞得都不好看了 那样谁也没好日子过 耿小蕊对囚员说道 停职调查 为啥呀 贪污受贿 囚员笑笑 看向钟相辉 问道 下面一个村里的村主任被人打了 杨良平冤枉是她干的 你看这事怎么和她说说 那今晚是不行 要不钟镇长休息几天 我找个时间和她说说 现在她肯定还在气头上 有时候我也不敢多说 囚员说道 耿小蕊走过去 站在囚员的身后 手却放在了她的脖子上 刚刚从外面回来 可能有点凉 囚员哆嗦了一下 但是没有躲开 耿小蕊真是个人才 就在钟相辉的面前 她的手居然伸到了囚员的衣服里 囚员有些痒 但是因为她是女人 所以并没有反抗 却笑眯眯地看着钟相辉 钟相辉一下子就不好意思了 向后痒过去 看着天花板 她都不看了 你就别费劲了好吧 囚员回头看了一眼耿小蕊 娇称道 耿小蕊也看出来了 钟相辉和囚员 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的 所以才放心地饶了她 囚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说道 我真要走了 回去晚了 我怕她起疑心 其他的事情 我们电话联系吧 我看看情况 要是有什么进展的话 第一时间告诉耿总 这样可以吧 这一晚 钟相辉格外地疯狂 事后 耿小蕊问她 是不是因为刚刚看到了她做的事 才这么疯狂的 但是钟相辉矢口否认 不管怎么样 耿小蕊对她还是放心的 所以也不再问 这件事就当成了两个人的谈资 第二天一早 钟相辉去了红山市 先去找了贾思远 但是这家伙 正跟着部长在北京出差呢 贾思远倒是 和她说了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 她在红山日报发表的文章 引起了市里主要领导的注意 关键还不是文章 还是文章里说的事情 到底推行的怎么样了 按照贾思远的意思 钟相辉去找了杨赫明 因为贾思远和杨赫明联系比较紧密 杨赫明让贾思远转告她 市里对这件事很重视 希望不要只是流于表面文章 最好是有那么几个标杆企业和村子 这样的话 市里要再向省里吹 可是现在还没看到什么成果 所以市里的领导也只是表达了关注而已 杨姐 这是真的是给您添麻烦了 钟相辉去了报社 非常诚恳地说道 别和我说这些客套话了 现在有个硬钉子 你们得自己克服 杨赫明说道 啥硬钉子 钟相辉一愣 心想 怎么到哪里都有这些屁事 还让不让人活了 停止检查 还有硬钉子 关于这篇文章的事情 一发布我就被市里的领导叫去了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核实情况 问我这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说我们派去记者调查了 属实 市里领导才没再说别的 但是市里的另外一个神仙人物 觉得你们云山县 这是在公民钓鱼 糊弄上级 这是什么新一轮的搞政级运动 说白了就是你们在瞎扯蛋 杨赫明说道 谁啊 这么厉害 不会是市里主要领导吧 那我们就死定了 钟相辉问道 要是市里的主要领导 你们到时候还可以再试试 说完也就完了 你们只要是有机会就继续干 市里领导那么多事 哪有时间整天想着这事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人要去你们那盯着看看 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你说麻烦不麻烦 杨赫明说道 谁啊 钟相辉有些猛圈地问道 是扶贫办副主任方文生 杨赫明说道 钟相辉闻言 眉头一皱 苦笑了一下 说道 哎 这下好了 我们算是踢到了钉板上了 他啥时候去 钟相辉问道 你认识这个人 见过 他上一次去我们县调研扶贫情况 搞得我们非常狼狈 没想到这次又是他 这个人很不好相处 那时候我们一个副县长 被搞得灰头土脸的 真是没脸见人啊 钟相辉说道 昨天说的 估计你们很快就会接到通知了 杨赫明说道 那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被停职了 等调查呢 钟相辉说道 停职调查 你做什么事了 杨赫明一愣 问道 对于杨赫明来说 钟相辉这个人很有意思 以往报社发表点东西 需要派人下去调查 一调查就是很长时间 这还不一定能把下面的情况摸透 但是钟相辉不一样 他就是在基层 而且写的文章也好 他们报社要做的 就是核实一下真实情况就可以了 所以 红山日报都想聘请他当特约撰稿人了 红山日报既然是党的报纸 那就得登录一些闪光点 可是每天都发文章 哪有那么多的闪光点发布啊 所以 为了文章的事情 杨赫明简直是呕心沥血了 所以 一旦有好的文章和作者 他都恨不得拉到自己报社来 没什么事 一点小事 也可能是误会 钟相辉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 不是他想说 而是杨赫明逼着他说 还说 要是不严重的话 可以帮他找找关系之类的 但是听完了他的话 杨赫明常常松了一口气 既然是停职 那就歇歇 反正方文生很快就要 去你们那里调研 到时候发现你不在 其他人能说明白咋回事吗 杨赫明问道 也能行 但是肯定没我说得明白吧 钟相辉说道 我就说嘛 如果不是心里有乾坤 怎么会把这事说得那么明白 你那点事都不叫事 领导最重视的还是自己的前程 从政来说 啥和前程牵扯得最紧密 还不是政绩 现在你撂挑子不干了 这事可能就黄了 领导肯定不乐意 你要是没发表这篇文章 还好说点 时间长了 也就没人注意这事了 但是现在 你可不是把这事挑大了吗 除了你 我看还真是不好收尾了 杨赫明说道 有这么夸张 钟相辉问道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所以呢 你也别想着这里那里玩了 好好想想 这是该咋办 尤其是该 怎么应付方文生 不然的话 他可是不留情面的人 我见过不少人 被搞得很惨 杨赫明说道 我有预感 我们这次 很可能就会被搞得很惨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 钟相辉说道 反正这是我先告诉你了 你自己心里有数吧 别不当回事 我觉得 你这次如果唱好了这出戏 说不定对你有好处 有好处的是 干嘛不上心 对吧 别的不多说了 你就记住一点 这是不是为别人干的 就是为自己 杨赫明说道 杨赫明说的这种事 他哪能不知道 但问题是 有时候你就算是这么麻醉 自己也不见得能干得下去 因为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 不同的事恶心程度又不一样 怎么可能有同样的积极性呢 而且 钟相辉又不是不知道杨良平的为人 和这样的人真的尿不到一个湖里去 问题来了 当你感觉和自己的领导不是一路人的时候怎么办 既然和领导不是一路人 但是好像除了这条路也没有别的路了 又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有的人选择沉沦和服从 慢慢变成和领导一样的人 又或者比起领导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有的人会选择退出 离领导远远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领导只是私得有问题 不涉及原则问题 不让你去违法乱纪 那就把他当做一个变态的人吧 因为领导变态这事是一个普遍现象 你当领导也一样 因为这是权力在人身上的变异 如果领导逼着你去做明显违法乱纪的事 这样的领导尽量离得远点 或者换个单位 再或者辞职不干 因为最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被边缘化或者辞职不干 但是如果和这样的领导保持同步 那么你有可能是背黑锅 又或者是和他一样进监狱 相对于把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 辞职另谋高就真的不算啥 钟向辉很确信杨良平必然会进去 所以和这样的领导也只能是须与尾仪 如果连须与尾仪都不行了 那也只能是撂挑子 撂挑子最多让杨良平不高兴 可是手铐子能让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翻身了 人活在世上 最要紧的一点是对别人有用 这样才能有希望和别人发生联系 而且是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可能这样说太绝对了点 但是你看看周围 或者是想想自己 你喜欢那些对你来说一无是处的人吗 钟向辉对杨赫明的作用 就是来自一线的实践创作者 不但能干还能写 这样的人不好找 但是钟向辉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总能把自己做的事情 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吹出来 而且吹得还让人觉得活色生香 会干得不如会说的 人会说也只能是对有限的人去说 但是会写还能写得好 发表出来让对更多的人说 这就不简单了 从事文字工作的杨赫明 对文字有天生的敏感 所以才对钟向辉如此上心 不然的话 人家闲得费心费力地告诉他这些事情 所以 想想自己对别人有什么用 如果没用 那对不起 你早晚会被人嫌弃 直至抛弃 谢谢杨姐 我知道了 回头我好好想想 回单位等着 钟向辉说道 这就对了 用不着你那是一回事 用得着你 拉出来就能用 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等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再合适的时间出彩 这就是我想说的 别的没什么了 我今天家里有事 就不留你吃饭了 杨赫明说这话的时候 神采飞扬的 看起来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倒像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杨姐 家里有喜事啊 钟向辉试探着问道 今天是我父母金婚纪念日 还是我父亲的生日 巧合了 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快到点了 我该走了 杨赫明说道 恭喜 金婚确实不容易 可喜可贺 钟向辉说道 是啊 他们这辈子是真的不容易 行了 不说了 我该走了 杨赫明说道 两人一起出的门 恰好两人的车也离得不远 道别后 他们就分开了 钟向辉的车跟着杨赫明的车出了门 路边恰好停着一辆出租车 钟向辉停下后 走进了出租车说道 师父看到前面那辆车了吗 跟上去 看看他去了哪家饭店 这是一百 待会我们找个地方见面 我再给你一百 这是你的电话吗 我拍一下 快点去吧 你们啥关系 去不去 去去去 司机一脚油门跟了上去 钟向辉开车在街上转悠 找到了银泰商煞的茅台专卖店 买了两瓶53度的飞天茅台酒 提在礼盒里出了门 过了十分钟 钟向辉给那个司机打了个电话 确定了地点后 这才开车过去 付完了尾款 司机办事还是很靠谱的 不但是确定了酒店地址 就连杨赫明去了哪个房间都跟到了 这样也省得钟向辉去找服务员打听了 十分钟后 钟向辉提着酒进了酒店 直奔包房 钟向辉仔细想过 杨赫明这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能自己开酒店 在自己酒店里吃饭谈事 这样的钱都敢赚 那就不是个胆小的人 既然有胆子 那就会要面子 只有有胆子的人才会要面子 没胆子要什么面子 所以在家里亲戚都在的情况下 有人来给他送礼 他一定会觉得自己脸上有光 所有的交往都是对人性的分析和利用 一旦把握好这个原则 剩下的事情就是执行了 有的人分析得很好 也知道那样做是对的 但是就是不敢出手 怕被拒绝 觉得被拒绝了很没面子 其实这有什么没面子的 你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别人给你送东西 你没收 不管是出于不敢 还是觉得不应该而没收 你心里对对这个送礼的人记恨吗 会想着 过后怎么弄死他吗 绝对不会 反而再有下一次机会 或者是该给人家办没办的事 回头抓紧就给办了 人心如此 人性也是如此 但是执行力 却是最后成事的关键 想通了而不敢执行 那也就是一银一下 屁用没有 从中向辉过往的这些经历来看 他对人性的把握倒不敢说有多么的精准和投策 但是执行力绝对是数得着的 就像是刚刚这事 中向辉脑子转的就是这么快 当他提着茅台酒推开包房的门时 杨赫明一眼就看到了他 其他的人有些惊诧 但是杨赫明急忙站了起来 走到了门口杨姐 今天老爷子受沉 我就不打扰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在银泰专卖店买的 保真 中向辉等到杨赫明走近了 这才小声说道 说是小声 可是其他人隐隐约约也能听到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我家人简单句一下 你 杨姐 家有喜事 可喜可贺 我就不打扰了 回头再联系您 说完 中向辉没再多留 把手提袋递到了杨赫明的手里 都没让他送出来 直接把门带上了 杨赫明也就没再追出来 于是提着酒 走到了老爷子的身旁 小声说了几句什么 于是 这两瓶茅台酒 就成了这次宴会的主角 阿明 刚刚那小伙子是谁啊 有人问道 如果你仔细观察 每次酒局上都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被称为教夫 也就是为别人抬轿子的人 这种人会用一句不经意的语言 把话题引到这次宴会的主角身上 然后大家附和着吹捧一番 这样的效果很好 老于参加的酒场不多也不少 但是每次都会教夫介绍 这是什么作家 写了什么书 尤其是同行 这样吹捧我 每次我都被吹得不知所措 但是又飘飘然 由此对这人好感倍增 所以 珍惜那些教夫 但是也好自我思考一下 既然这样的教夫这么受欢迎 自己何不放下脸面和嫉妒 好好当一个教夫呢 语言不多 但是效果很好 如果你是给领导当教夫 说不定收获就在饭局之外 杨赫明简单说了一下 当然 杨赫明被吹捧的 都有些脸红了 其实这些话的效果 堪比53度的飞天茅台了 钟向辉在兰州拉面店吃了碗面 开车回了云山县 既然是停职 但是没说不让来上班 于是整理事关乡村治理的材料 齐震林飘飘然地走了进来 要说这老胡镇 还能有什么让钟向辉高兴的事 可能就剩下齐震林这个搭档 还算是合拍吧 咋回事啊 怎么还把你停职了呢 齐震林问道 看我不顺眼吧 没事 停职了 我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副镇长的职责我 暂时不行使了 免得被人家说不是 钟向辉说道 别扯淡了 你该干啥干啥 对了 这是公县长咋说 齐震林问道 钟向辉摇摇头 说道 这种窝囊事 我自己一个人窝囊也就算了 还给领导添麻烦 怎么 我被县委书记停职了 我去找县长哭诉 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你说他能咋说 所以 这事根本就说不着 我不说 他还可以装不知道 我要是去说了 这事就僵住了 嘿 你倒是想得明白 怎么样 案子的事有消息吗 谁干的 齐震林递给了钟向辉一支烟 问道 反正不是我干的 爱谁谁 但是这黑锅 我算是背上了 接都接不下来 没办法 背着吧 钟向辉无奈地说道 行吧 但是我告诉你 别拿停职当借口 是你 还得该咋干咋干 接到通知了 是否平伴要来检查 你准备一下吧 别被人抽了大嘴巴子 我已经向县里打报告了 说你被停职了 这事都是你搞的 别人说不明白 检查的是 请求延期齐震林笑笑说道 那 县里咋说的 钟向辉问道 你我都在县里待过 还不知道他们咋运作的 向下压 向上汇报呗 我估计 县里会很快来通知 让你正常上班 毕竟这次来检查的是翻脸不认人的方文生 这个人是个另类 但是做事谨慎认真 救 算是别人想要搞他 但是没什么证据 反正他也就是那样了 不求上进 所以下手狠着呢 齐震林说道 钟向辉摸了一下自己的头 说道 头疼 先别头疼 头疼的是在后面呢 武贤装出了事 李家的亲属来镇上闹了好几次了 都被我打发回去了 让他们等破案 但是我估计 这个案子八成会不了了之 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啊 你咋想的 武贤装怎么办 齐震林问道 以林文龙不能履职为由 重新选举新的村委会主任 把他们李家彻底排除出去 好在是被打得不轻 就算是治好了 不知道啥时候呢 所以趁他病要他命 把他们在村里的根基一举拔掉 不留后患 钟向辉说道 齐震林点点头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机会难得 而且这武贤装的事要办的利索 还得让其他的村庄都明白 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两人在屋里嘀嘀咕咕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什么事 钟向辉问道 贵星进来小声说道 有个女孩说要找你 在办公室呢 你要不要 谁啊 钟向辉皱眉问道 在党政办呢 钟向辉刚刚走出办公室 就看到了 秦如新站在走廊里 笑面如花地看着他 钟向辉一下子 有些猛逼 他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酒疏 丝尾